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燕老师 今天呢,老师把滚柔的两个动作要领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和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滚柔的动作呢,分为两步 我们先来看第一步动作 手掌上提 手掌向上拱 手的背部呢,就像房屋的瓦房的屋脊一样是立起来的 然后呢,我们的手指的第一关节伸直 指面接触琴弦 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手掌自然下摆 就像房子塌了一样 我们的屋脊塌下来了 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弯曲 甚至于手指的第一个关节要垂直于琴弦上 指尖触弦 我们仅仅靠的是手的重力 而不用其他的力量 来,我们连贯的做一下这个动作 手掌上提 手背拱起 第一关节伸直 指面触弦 第二个动作呢,手掌自然下摆 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弯曲 指尖触弦 我们仅仅仅仅靠手指的动力 不用任何的力 我们来做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们滚柔的一个连贯的动作 分成两步 你们可以跟着老师反复的来练习一下这个动作 好,好,好,好 好,好,好